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奉獻 你們終於開始講奉獻 你們那個教會果然終於還是要要我的錢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的 我的奉扇是從耶穌基督來的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講十一奉獻何等重要 在新約下面到底要不要十一奉獻 有很多人說新約不是捐的樂意是神所喜悅的 不一定要十一奉獻嗎 聲音上真的是這樣說嗎 我們讀今要看上下文 我們來看第一頁也請 科林多後書九章一第一節跟第七節 你看論道供給聖徒的事 我不必寫信給你們 九章七節 個人要隨本心所著定的不要做難 不要勉強 因為捐的樂意是神所喜愛的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從頭到尾都沒有在講十一奉獻 這裡在講供給聖徒的事 所以捐的樂意是神所喜悅 是在幫助耶路三人求人 是幫助其他的聖徒 不是在講奉獻給神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看九章十二節 保羅怕你搞錯他意思 他再強調一次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 不但捕聖徒的缺乏 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上帝 所以你看他再強調一次 這邊在講的事情是供給聖徒 是捕聖徒的缺乏 不是在講十一奉獻 所以不要亂用經文 讀經按照上下文 好那到底我們要辦十一奉獻呢 答案是要 為什麼 我現在告訴你 下一頁 蘇家福音十一章四十二節新普吉一本 你們法利塞人誘惑了 這耶穌說的好 因為你們在園中 把微博的收成也都獻上 十分之一卻忽略 忽視了公義和上帝的愛 不錯 你們應該做十一奉獻 卻不可忽視比這更重要的事 如果我們像法利塞人一樣 我們只是奉獻奉獻奉獻 卻忽視了公義和愛 我鼓勵你 拜託你先搞定 第一 神是公義的 神有愛 而且神稱你為意 神愛你 神要你去把他的愛 分享出去 這是前提 你先做這塊再十一奉獻 但你不用覺得 你做得夠好才能十一奉獻 我要告訴你 保羅要我們十一奉獻 對不起 這邊是耶穌說 要我們十一奉獻 保羅也有提到 如果你認為希伯來書是他寫的 那我可以這樣說 好 十一奉獻 真的在新約裡也有提到 希伯來書就有 讓我們來看 希伯來書五章一節 新普及一本 每個大祭司都是 人間挑選出來的代表 替人辦理跟上帝 有關的是 他把民眾的禮物獻給上帝 並為他們罪獻祭 你看到五章一節提到 弟兄姐妹 你不用再為你的罪獻祭了 因為耶穌是最完美的賦罪祭 你的罪已經被赦免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是君尊的祭司 我們還是要有禮物獻給上帝的 你的禮物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有一塊就是十一奉獻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希伯來書七章一到三節 我們節錄 因為時間關於中文是印一本 這麥奇喜德是至高神的祭司 亞伯拉罕殺派眾王回來的時候 拿出十分之一來給他 麥奇喜德沒有父親沒有母親 沒有祖母也沒有生死的紀錄 而是與神的兒子相似永遠做祭司 很多人說麥奇喜德是 耶穌基督的預表 我個人相信 麥奇喜德就是耶穌基督 為什麼 你看永遠做祭司 誰可以永遠做祭司 誰可以永遠活著 只有一位啊 唯一的道成肉身的那位 他可以永遠活著 所以你看亞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給他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看這人是多麼偉大啊 亞伯拉罕也從上等禮物中 拿出十分之一來 向來都是位分大的給 位分小的祝福 你會發現一件事 亞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給麥奇喜德 耶穌基督的預表 甚至耶穌基督自己 而我們信心之父做的這件事 他不是在律法之下做的喔 這是亞伯拉罕的時代 那個時候是在恩典之下喔 是良心時代 是無律法的時代喔 他還是十一奉獻 給麥奇喜德耶穌基督的預表 我們岂不也應該要十一奉獻 給耶穌基督 讓那位位分大的給我們祝福 把特別有關於十一奉獻的祝福 給我們 就很像信心的行動 耶穌很多時候叫我們去做什麼事情 耶穌說你去把那個水搖出來 為什麼要不直接把水變成酒在桌上 祂要你把它搖出來 那就是信心的行動 跟祂做什麼 你跟祂一起做哪件事 那件事就會分別有超自然的發生 所以你把你的錢十一奉獻出來 它就會超自然的發生 成為一個超自然財物的見證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這就是麥奇喜德 你看他拿著餅跟酒去 為亞伯拉罕祝福 亞伯拉罕領受了餅跟酒 餅跟杯是什麼 耶穌基督的聖餐 之後他就十一奉獻 所以我們教會也是這樣 我們先領聖餐 餅跟杯之後我們十一奉獻 預表也象徵著我們對耶穌基督的獻上 還有祥福 以及領受祂而得了各樣的祝福 然後回應祂的信心的動作 再看下一頁 《西伯拉罕書》 《呂正宗》一本七章八節 在這裡 那取了十分之一是能死的人 在那裡卻是那位被證為長遠活著的 請問誰是長遠活著的 只有耶穌是長遠活著的吧 對不對 你可以長遠活著嗎 我也不會長遠活著啦 OK好 所以你看這邊中間是一個分號 那取了十分之一是能死的人 分號在那裡 所以其實他沒有講出來 可是是 那在這裡取十分之一的是能死的人 在那裡取十分之一的是那位被證為長遠活著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經文告訴你什麼 請把十一奉獻 奉獻給在那裡的 在我們那裡的被證為長遠活著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為什麼你需要十一奉獻 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十一章十六節當代聖經一本 按著歸立獻祭的時候 第一撮心面如果聖結 全團面就都聖結 又假設樹根聖結 樹枝也都聖結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如果你真正去研究 錢財聖經上提到不義的錢財 其實錢這個系統真的很多部分是不公益的 但你不用擔心 錢雖然不公益 但是第一團新面如果聖結 獻上了這一團新面 全團都聖結 你把你的十一奉獻獻上的時候 按著歸立獻上的時候 全部的錢也都聖結 你的十分之九也都聖結了 OK 所以你知道嗎 你要怎麼十一奉獻 假設你的薪水是三萬元 你扣掉稅扣掉牢健保 可能兩萬八千元 我建議你奉獻三千元 全部奉獻十分之一都奉獻出去 你放心 你剩下來的兩萬八千 三千 兩萬五 會變成人家的購買力的兩倍跟三倍 這是我親自驚豔 我真的發現 我每次要買什麼什麼就特價 人家一萬塊的東西 我三千塊可以搞定 人家有一次我熱水器壞掉 人家他告訴我說 要換一萬三千塊一個 可是神光照 另外一個人來幫我 三百塊就搞定 你看四十倍 Hallelujah 這十一奉獻的大能在下一頁 馬拉基書三章十節 萬鈞這些話說 你們要將當那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窗戶 使我家有良 以此試試我 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請服於你們 甚至無處可容 你說牧者在舊約 怎麼會 可是我告訴你 新約裡面 所有一切舊約不好的都 耶穌為你承受了 可是在舊約裡面 好的你可以拿來 而且你看這邊有特別講到一件事 以此試試我 十一奉獻可以試試看 我們教委很多弟兄姐妹 他們試了 他們把他們的薪水 三萬塊薪水 三千塊十一奉獻 後來他們真的經歷到 財務的超自然 原本沒有年終 拿到年終 甚至於老公還沒信主說 要來試試看十一奉獻 以示結果就拿到年終 而且老公的薪水也很多 這就超自然 本來就這樣 那你要把十一奉獻 奉獻到哪裡了 這邊說使我家有良 你在哪裡被餵養 如果你在我們事工被餵養 我祝福你 你可以為耶穌基督奉獻給我們這個事工 你如果在教我的教會被餵養 請你在我們的教會十一奉獻 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教會 在其他地方被餵養 我請你奉獻 十一奉獻在那個餵養你的地方 使主的家有良全然送入倉庫 OK 我們再看最後一頁 你知道十一奉獻有一個美好的應許嗎 這是希伯來文 上面這個字是十一奉獻 下面是副祖 你有沒有發現 希伯來文是從右邊讀到左邊 十一奉獻這四個字母的下面 三個字母是副祖 副祖就在十一奉獻裡 我說副祖就在十一奉獻裡 各位弟兄姐妹 我祝福你來操練十一奉獻 聖經唯一一個地方 可以試試看的就是十一奉獻 你來試試看 你十一奉獻 完全的十一奉獻 三萬塊裡面三千塊 十一奉獻 請你也牧師特別為你禱告 你要來經歷那個十一奉獻 超自然的祝福 我不是為了你的錢 我是為了你蒙福 來試試看十一奉獻 在新約裡 但是我在強調你 沒有十一奉獻的神也愛你 神也祝福你 但是如果你願意十一奉獻 在錢財上面 那個超自然的祝福 那個分別為聖的財物 要彰顯在你身上 讓我為你祝福祷告 親愛的主耶穌 我承認你來祝福 親愛的阿爸天父 祝福這裡每一個 你的兒子每一個女兒 來經歷那個十一奉獻 極大的祝福 來試試看 很像我們 亞伯拉罕 為麥基喜德 獻上的十分之一 我們也為那長遠活著的耶穌基督 永遠做基督 耶穌基督十分之一 我們要看見那個財物 超自然的祝福彰顯 主要我經歷過 很多人經歷過 我也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你也能經歷 十一奉獻的超自然祝福 在這不易的錢財系統裡面 經歷錢財被分別為聖 超自然的購買力 超自然的大能 奉耶穌祈禮祷告 阿門